這個小鎮它是在一個河的旁邊 那有一個很特殊的玩法就是 你在城鎮上去租一個游泳圈 然後到河的上游 然後就玩飄飄河下去 那如果我要推薦獨遊的話 我自己會推薦 五哥窟 對 五哥窟 因為我覺得五哥窟 很適合一個人獨遊 因為它的 應該說它的遺址的範圍是蠻集中的 所以你可以像我自己當初去 我就是騎一個腳踏車 我就騎個一整天 然後我就覺得 你們也要受熱的 其實我現在不會做這件事情 很可怕的地方 但是當年我真的覺得自己很熱 超過40度耶 很可怕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是比較熱血的人 我覺得這件事情不錯啦 我當年覺得很棒 就是你可以騎著單車 然後這樣繞一圈 你知道我們以前去的時候 1998年去的時候 他那還畫很多紅線的地方 他說這個地區 第一年他的青島 好可怕 是真的有這件事情 因為我聽不下去 那是五個庫以外 五個庫的話 另外比較簡單的 就是比較舒適的 就是京都啦 因為京都很多老房子嘛 我就覺得 我自己覺得那個老房子也 因為它老房子裡面也有 裡面有很多 現代的商品的東西 所以你喜歡新的東西 喜歡舊的東西 我覺得都是可以去那個地方 而且 因為智安飲食 我覺得都很適合 新手去這個地方做毒油 對啊 尤其是智安啦 我剛剛講的 兩個地方智安都很好 對 因為我覺得獨油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安全 對 智安不好 基本上 其他都是 不能說白講 但是其他地方 就是變成 你要擔憂的地方比較多 智安是一 其他都是一 對 對 沒錯 智安是一 其他都是一 除了我安全之外 我女生也想要 飄飄浪浪的 或不用那麼40度 70公里好不好 其實也非常漂亮 Celine 好了 問一下Celine推薦女生 嗯 毒油的話 我會推薦給 一個是新手 一個是比較老手的 對 那新手的話 當然就是跟不然推薦一樣 就是建議智安比較好 再來就是交通一定要方便 因為毒油的時候 就沒有人可以跟你share 計程車錢嘛 所以我會比較推薦 像是 東京啊 京都啊 還有像曼谷這種 交通方便的地方 對 而且像這些地方的好處就是 你有歷史景點 那你要博物館也有博物館 你要有美美的咖啡廳 你有美美的咖啡廳 然後你有世界 多樣性 就是很多樣性 你不管是哪一種人 你都很適合去這些地方玩 是 老手呢 老手的話 我推薦一個 我個人就是 目前去過兩次的地方 對 那 我要推薦的地方是叫做 遼國的旺陽 這個小鎮 它是在一個河的旁邊 嗯 那有一個很特殊的玩法就是 你在城鎮上去租一個游泳圈 然後到河的上游 然後就玩飄飄河下去 對 那它的河的兩岸 其實有很多間的酒吧 是 那假如說你看到這間 覺得順眼 就跟岸上的人招招手 它就會 它就把 它沒有 它就會丟一個繩子下來 你就抓住那個繩子之後 它還把你拉上去 對 就是它 所以 這是遼國公養的照片 就是它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山塵 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當時候在 就是做飄飄河的時候 那通常一天下來 你就是已經 就是 你知道就是一整條河的人 都是你的朋友 是 對 就是一個 我覺得很特別的體驗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